在丧尸横行的末世 女人队围过来的丧尸手起刀落手起刀落 而他们身后紧跟着还有一大群 由于其中一名队友腿部受伤无法占领 他们每走一段路都十分艰难 上上集说到 卡玛和神之国的众人去围剿就是军的一个据点 结果杀敌一千自损两万 虽然据点是攻下的 但他们的小队也只剩下三人活着 此刻卡玛和管家正带着受伤的管家 国王回去 但那些丧尸仍然在跟着他们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们被一条臭水沟拦住了去了 沟里还有不少丧尸在散步 地形本来就险恶再加上一个伤员 想从这里过去显然没那么简单 以希杰不想连累他们 他劝两人不要管自己快点离开 可卡玛并没有理会他的提议 因为这里离神之国不远了 他依然带头下到了水沟 接着伸手去接应两人 以希杰只能乖乖被杰瑞送下去 随后两人各自负责一边 击杀着临近的丧尸 行动还算顺利 两人相互掩护很快就到了岸边 然而以希杰却不想走了 拿起宝剑击杀着跟过来的丧尸 死了那么多子民 让他感觉到无比愧疚 也没有脸面回去见他们的亲国 就在他一蹶不振的时候 一只母老虎突然扑进坑里袭击丧尸 老虎是以希杰养的宠物叫西娃 发出的动静瞬间将丧尸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杰瑞见状迅速将以希杰朝岸边推去 以希杰不敢担忍 自己加快一点 或许希瓦可以早点逃出来 可等他成功上岸回头看去时 希瓦却已经被丧尸包围了 以希节目自欲猎想要冲过去相救 但被杰瑞和卡妈死死的拉住 凭借老虎那强大的奔跑和跳跃能力 他本可以轻松逃脱 可是为了他的主人能安全离开 他宁愿用自己的血友之躯 拖住那些丧尸 没不多见 三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神之谷 居民们见到国王回来 纷纷跑过来迎接 他们更疑惑其他人怎么没回来 以希节一拳一拐地来到众人面前 面对大家的目光 他没有勇气抬起头 更没有勇气和他们交流 因为他出发险 排着胸口保证会让大家活着回来 可如今只剩下自己苟延残喘 众人见此也猜到了结果 他们的家人已经回不来了 泪水忍不住夺狂而出 另一边 格里这个老六抢了加百列的车 后言无耻又回到了山顶站 他拼命敲打着大门 让里面的人开门放他进去 虽然几分钟后门是开了 但只开了一条门缝 马基看着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然后询问他为什么开着加百列的车 他人在哪里 格里这个老六装起了糊涂 称不认识他 车停在那没人我就开回来了 马基见他还在狡辩 顿时火冒三盏 哥里还想狡辩几句 但马基不想与这个无耻的家伙多费口舌 转身就离开 格里这下彻底慌了 赶紧说着服软的话 声称自己只是害怕并没坏心意 我以前觉得你们赢不了 如今我才明白自己错了 九兄你看们让我进去吧 马基低头沉思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最后还是心懒让守卫放他进来 毕竟这里是格里一手建立的 推一万步说他也给了这里的居民一个家 然而马基刚转身离开 守门的守卫又喊住了他 原来是耶稣带着被俘虏的救世军回来 哥里这个老六反应最为激烈 一个进的喊着不能让这些人进来 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称畜生怎么也不围固 这里更不是杀手的庇护所 不得不说哥里真是一个机灵鬼 见哪边有优势他就站哪边 这时塔拉也走了上来 表示自己跟哥里这混蛋想的一样 由着这群家伙只会带来威胁 马基心中也是同样的顾虑 这里有少父有孩子 让这些人进来他们怎么能安心 可耶稣一个劲的坚持 说他们已经投降了 我们不能把他们放回去 马基最后也不好再说什么 他知道再怎么说也劝不动耶稣 但为了大家的安全 他提议耶稣暂时将他们安置在围墙外 另一边 自从瑞克他们将尸巢引进救世军的基地 被哥里这个老六坑惨的加百列四处逃错 好在这里的集装箱可以打开 他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可等他进来后发现尼根竟然也在里面 没等他反应过来 尼根如同网兽一般扑了上来 瞬间将他掀翻在地 接着坐在他身上 将武器全部拿走 加百列也并没有反抗 现在这种情况死亡只是迟早的事 尼根对加百列的失去颇为满意 毕竟外面围着这么多的丧尸 两人都不想耗费太多体力 尼根也并没有为难加百列 而是态度温和地将他拉了下来 做完这一切 尼根淡定地坐在一旁休息 仿佛这困境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真是无聊的尼根和加百列聊起了天 说我的团队之所以取名叫做救世军 就是因为我们在以自己的方式拯救世界 重新建立漠视下的生存体系 我们用最残暴的方式杀死正确的人 是为了杀一警百并不会滥杀无辜 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杀死格伦等人有什么错 那是驯服瑞克他们的必要手段 瑞克他们杀了他那么多手下 尼根从始至终都不愿打开杀戏 这并非因为他有什么慈悲之心 而是活人就是他的资产 加百列听着陷入了沉思 这家伙虽然残暴 但却有着自己的殖命 就在这时丧尸撞破的木板 尼根提醒加百列该离开了 他明白再等下去也没人会来救他们 继续留在这里迟早成为丧尸的快餐 尼根迅速解决掉一只丧尸 然后将尸体拖了进来 准备抹上丧尸的腐肉 以便混入尸群中逃生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们开始制造声音吸引丧尸 接着一把将车门打开 外面的丧尸如潮水般涌了进来 几乎不到一分钟 集装箱就被塞得满满当当 可即使这样 外面仍旧还有密密麻麻的丧尸大军 两人只能艰难的一点点挪动 可家百列光顾着丁丧尸的脸 脚下一滑直接被地上的尸体绊倒在地 等他站起身子时被一只丧尸发现 好在尼根及时出手解决掉丧尸 但这也让他们的行踪彻底暴露 而在大楼内 尼根的五名手下正聚在一起开会 他们已经悲观地认为 尼根或许已经死了 所以也没打算派人出去找找 而是在热烈讨论如何突围出去 吉娜提议派遣40个工人出去清理丧尸 让他们背靠被站成一排 开辟出一条生命 由金听的只要头 甚至粗暴地打断了吉娜的发言 说按照我们周围的实时失询密度 40个工人一旦出去 几分钟内就会连扎都不剩 吉娜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她才不在乎那些工人的死活 只是利用他们分散丧尸的注意力 我们只需派出一个小队突围 一旦成功 就能联系与外面的据点人一起解决这场危机 而他们还不知道三大据点早已被消灭 由金再次反对地说道 这种计划成功的概率很小 还可能挑起工人与他们对立 到时候局面将会更无法控制 德怀特也支持由金的观点 工人数量众多 我们应该拉拢他们 而不是让他们去送死 就在几人争吵不休之时 嘉文也发表了意见 他认为就算有人能侥幸穿过失群 可瑞克他们早就在建筑的四周 布满了狙击手 现在最重要的是处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座的人中绝对有叛徒 否则他们怎么会这么顺利来到这里 而这个叛徒自然就是德怀特 但大家的矛头却只上了邮金 毕竟他才刚刚加入不久 而且之前是亚历山大的人 邮金没有说话 但他隐约猜到是谁干的 这时 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 告知大家工人们已经上楼了 等他们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门口两侧已经挤满了工人 西蒙让他们滚回去一楼 这里不是工人能够来的 可如今大楼被丧尸封锁 各种电力设施被损坏 工人的活动范围只有工厂车间 他们热得实在受不了了 再加上之前说好的工人 负责为救世军工作 救世军就负责保护他们 西蒙平时做威作服官 立即命所有工人滚回去 但这一次的工人有些强势 尼根不在他们根本震慑不住这群工人 甚至有个工人掏出手枪 结果被吉娜抢先以枪毙命 所有工人都被吓得见了声 可并没有任何人退缩 就在双方相持不下知识 一阵熟悉的口哨声突然传了出来 所有工人包括西蒙等人 一一跪了下去 他们知道这是一样的男人回来 加百丽看这架势 也乖乖跟着他们跪了下来 我认为我说到我右边的男人 我们必须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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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它发生了 尼根的出现犹犹定海神针 军心立马得到了稳定 随后吩咐手下将家百列关起来 现在他要先去好好洗漱一番 一小时后 尼根召开了会议 工人暴动的事情很严重 他们从工人手中搜出了不少枪支 而这些枪可都是仓库里的 显然有人在暗中勾结 否则怎么可能在他们眼皮底下被偷走 但由于没有线索 尼根最终也没有找出谁是盘徒 那边回到山顶寨的塔拉找到了达里尔 他们两人都对旧史军恨之路过 所以两人志同道合的准备驱赶一件大事 那就是彻底结束这场战争 此时摩根在旧史堂门口 观察着这里的一切 这时他发现旁边传来一阵动静 他赶紧拿出望远镜查看 发现是一辆卡车开了过来 而车内后人坐着的正是达里尔和塔拉 于是摩根拿上武器两人会合 看着旧史堂门口逐渐减少的丧尸 达里尔和塔拉有些坐不住 于是提议干脆开车撞开大楼 现在